哼,谁不敢说了,村长,方才我寻来的游历道长说了,他手头有一瓶金丹,只需每日浮衣一碗红叶,大虎就能康复如初,和寻常人没什么两样,所以我想着,元宝正合适,每日跟他要一碗红叶又咋了。 那可是他爹,我只是去寻找自己的女儿回来,帮家里渡过难关,可老金,迎面就给我一顿哒哒哒哒哒哒哒,村长,你要是不给我一个公道,我就委屈了。 帮你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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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借你哒哒哒哒哒哒哒的银子,你们全家都是哒哒哒哒哒哒,就不值得村里人相帮。 村长,你怎么哒哒哒哒我? 哒哒哒你都算清的,要不是最近审的言,非要给你来一套闪电五连边,反正这银子我家不借了。 刘氏,我作为村长在最后劝你一次,元宝已经是金家了,这全村都知道,你要是再听不明白。 别怪我这村长,站在公堂上作证,让官老爷好好治你。 好啊,村长,你咋那么偏颇呢,当金家要我圆圆是吧?好啊,那我们公堂上见,我这就去。 你去,你有本事就去。 好啊,这可是你们让我去的,我家大虎不能有事,那咱们公堂上见,我就不信了,这天底下还有这样的道理不成。 哼,那我走。 嗯。 爷爷,您是不是去谭家了呀? 是啊。 那我以前的爹现在情况怎么样了? 要走了,应该就这两三日的事了吧。 谭大虎都这样了,刘仙花不请大夫,反而请什么道长,还持老十字金单,人才啊。 哦,知道了,爷爷,我们进去吧,奶奶他们还等着呢。 当晚,阎导准备下山,去看看谭大虎。 以前的爹,虽然你不是好人,但我也不能真的不管,希望甜水能帮到你吧。 表哥,当初好端端的,为什么要出家呀,不然我和你,现在早已,哪至于变成像现在这样啊,还望尘道长。 这是桃红姐姐的声音。 红温,是我的错,当初我也是迫不得已,幸好天可怜见,又让我遇到你。 哎呀。 说明我们有缘分,我一定会带你离开这里的。 你来得太晚了,我已经是谭家的人了。 世上无晚事,只怕有心人,只要谭大虎不在了,那就都能解决了。 没用的,就算谭大虎不在了,刘仙花也不允许我离开的,我日子更不好过。 刘是不是去兰州镇报官了吗? 我设计让他回不来,你不就是谭家唯一的女主人了? 大人的心思都好复杂呀,不管了,我还是先去谭家看看吧。 世上 表哥,我们的事情一定被人听到了,万一抖漏出去,那就完了。 不怕,你现在立刻回家,我附近去找一找,看看到底是谁听了我们的对话。 你这丫头,怎么风风火火的,是发生了什么事吗? 娘亲,我没事的,嘻嘻嘻。 没事就没事,憨笑什么。 对了,你舅舅刚刚来过了,你没在,这是他让我给你的东西。 哇,好多银子哦,舅舅发财了,这是给我的分红吗? 娘亲,舅舅没有留下来吃饭饭吗? 你舅舅现在生意不错,这几个月城里的酒楼,都在找他收购小龙虾,忙得脚不沾地。 若不是咱家兴起了房子,他还没空过来呢? 哦,那我们下次去姥姥家找舅舅玩吧。 嗯嗯,等收了地里的姜,还有你说的马铃薯,咱们就回姥姥家。 您老板发大财啊,没什么事,我先回去了。 二伯,咱们最近卖标草赚了多少钱呀? 这些天咱们靠标草的赚了十几两银子了。 小六啊,小六啊,你怎么了,别吓爹娘啊。 这家人又在闹什么幺蛾子呀? 再忍忍,过几日咱家新房里里外外扫除齐全,我们便可搬进新屋,到那时便不用忍受马家了。 二伯说得对,那我们说正事吧。 二伯,我觉得咱们家收购标草的生意应该再扩大一些,把收购的对象从咱们李子村蔓延到其他村, 嗯,这样咱们家不就能赚更多银两了? 你这想法不错,但我们家手头上没这么多银子呀,而且机民医馆那边,也不晓得会不会再收。 没事的,二伯,总之你听我的,把收购标草的消息散播出去就好了。 诶,请,听你的,你大博士走货的,每日要去的村落没有十个也有八个,今晚我跟他说一下。 就在两人有说有笑的聊着声音,山洞里的马父马母还在着急。 还不停下来,到底怎么了? 进去看看就知道了。 金儿,这里有五金飙草,你撑一下。 元宝,你先进去,我这里忙完就进去。 奶奶,奶奶,咋肥四呀? 谁知道呀,好端端就晕倒了,怕是做了孽吧。 苗月凤,你这你说谁呢? 我的儿,老天爷行行好吧,我家小六善良热情,英俊无比,那么多女粉欢喜,为何突然就这样了? 她是种蛇业了。 你这丫头胡说什么,不懂装懂,我儿子好端端的怎么可能种蛇业,如果真的是种蛇业,那就一定是你们家的事。 要是我儿子有个长短,我跟你们家没完。 马母这话,把金家众人都气疯了,好心让地方给马家住,结果还这样。 我没有说谎,马六叔叔确实是种了蛇业,不信你可以去城里找大夫,看我是不是说谎就可以了。 我只能说她目前还不算严重,现在送去还不算晚。 我家闺女那可是被神医说过有天赋,要收了当徒弟的,她说的就一定是,我们家也没有收你的诊费呢。 娘,咱们带着元宝过去休息吧,别理他们了。 农夫与蛇,对待马家他们不想做那个农夫。 马爷爷,马奶奶,你们如果不相信我的话,可以现在就开始编草席。 晚点送马六叔叔上路了,话就说到这儿,多的,我也没法说。 你这丫头,我们得罪你什么,你一定要这么编排我们。 闭上你的嘴巴,开口就要得罪人。 金老哥,我家哪个嘴上没个把门,这都是全村皆知的,你可千万不要往兴里去,该帮忙的还是要帮忙的。 既然元宝都说了我家小六中了,那我信他。 哦,然后呢? 请你让老四消消火,用马车送我们家去城里找医馆。 撑马,等小六治好了,我一定好好谢谢你们家。 用马车可以,但这马车却不能随随辨别给你们用。 这样吧,五十文钱,从现在开始到天亮,我家老四负责赶马车,将你们送去城里,再在城里陪着你们跑跑腿。 要是换个往常,同村人遇到这种事情,金钟铁钉二话不说,上去帮忙,不要任何报仇。 但是马母竟然说他家元宝,这是没完啦。 五十文钱,就坐我们家三个人,你没睡醒吗? 那你们家自便吧,我家马儿也是要吃草料,老四也是要休息的,如果你们家小六嘎在马车上,还会气呢? 金钟可不惯着这些人,不发点脾气,真当他们家是小猫咪,可以随便拿捏了。 好,五十文就五十文,不过得多给马儿两下的,让他跑快些。 那不行,小袋马是我们家的一员,哪能给鞭子啊,他从来我们家起,就没挨过抽,哪能为了你们这些外人挨抽。 再说了,他可是官府省赐的,打坏了你还。 不过就是一头马,给几下子怎么了?老四,难道我们家小六还比不上一头马? 我只比不上,连我家的小花猪都比不上,你们家还随着小袋马姓马呢,别乱说,小心把自己给说进去,马家说,你要用马车,那就赶紧把马六抬着跟我下山,要是不用,就别浪费我休息的时间,没二位一大早,我还得去村口懒客呢。 我用还不行吗?